152589 哇 牛逼啊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神秘 今天要來介紹一位 非常厲害的人 而且跟我 是有關係的 沒錯 今天要介紹的職業是 煉獄巫師 哇 老愛煉獄巫師了 那今天要介紹的這個人呢 他叫做丁哥 那他也是 285等的一個煉獄巫師 也是全台最強的一個煉獄巫師 他的裝備呢 可以說是1等1的 並且又拿到這個 拳擊機第一名的椅子 也是非常的厲害 那其實像是我啦 畢竟電獄巫師玩那麼久 也是玩電獄巫師起家的 然後現在也回來玩電獄巫師了 能開箱到的煉獄巫師 說真的很感動耶 之前其實我的頻道裡面 有很多開箱嘛 有龍魔導師的 有什麼隱無者的 有夜死者的 夜死者應該是最多的 但 煉獄巫師的開箱 真的是有史以來第一位 真的從來沒有 那我們等一下會去採訪一下 我們的丁哥 他是願意跟觀眾分享一下 他的這個心路歷程 那我們就馬上 進到採訪環節吧 你好你好 喂喂喂喂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 玩這個煉獄巫師 可以說是 全台服 裝備最好 也最強的煉獄巫師了吧 那我想先問丁哥一個問題啊 就是 為什麼會想選擇 煉獄巫師這個職業啊 其實選擇是一個職業的原因也是 偏向愛玩冷門職業才會選擇他 也對這個職業之前是有看很多攻略 有查到說其實如果能把他的傷害拉滿的話 他其實是可以打出一個很完美的成績 所以就選擇了他 那你應該也知道我其實也是玩煉獄巫師起家的啊 是是是所以我特別希望你能幫開箱 確實 像是我自己啦 玩煉獄巫師的原因是因為 那個時期啊我玩風之谷 煉獄巫師這個職業他剛出 就覺得這個好像剛出 蠻帥的 其實蠻多人都會選擇 當時剛出的職業 我先說我自己選擇煉獄巫師是這個原因 但你的原因 就因為你比較喜歡冷門職業 而且看到他的這個爆發比較厲害 好那我們再問丁哥第二個問題好了 就是那在培養這個煉獄巫師下來啊 有什麼特別的事情想要跟觀眾分享的嗎 關於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在這個職業上 他雖然在煉獄上面會比較痛苦 手會斷 對但是在操作在操作性上面 如果大家確實有操作好的話呢 其實他打BOSS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舒服 我希望通過這個視頻 神秘到時弄好的話給大家看 其實真的打BOSS真的是非常非常爽快的 並沒有大家所說的是什麼狡氣啊 或者是幹嘛 所以希望大家期待BOSS的影片 好那我問丁哥最後一個問題是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玩新風之谷的 說到這個話題 其實我是一位新加坡玩家 我是也是從冒險島這邊跳到新風之谷的 因為新風之谷之前我在Youtube上面刷的時候呢 我有刷到神秘你的視頻 後我發現到就是說在台服裡面 市場真的很好 也很多非常有趣的朋友 所以就感覺說台服確實這個市場是非常良性化 所以就跳來玩新風之谷了 好啦那就聽完了我們丁哥的這個 心風之谷的歷程呢 那我們就馬上 出發 看一下他的這個帳號 到底有什麼厲害的裝備吧 好啦已經來到他的帳號裡面了 不過因為我自己也是煉獄巫師啦 這裡秘密廣場 太常來了 換個點好了 啊來這裡好了啦 埃德爾斯坦議會 好這裡不錯 好就在這裡介紹裝備 好那就打開他的裝備欄 那在介紹裝備開始之前呢 先跟各位講 他有八件 二十四星 然後 非常多的雙S裝備 所以大家絕對是看得非常的爽 只能說 他還讓我看見了一個 從來沒看過的裝備 真的 好我們馬上來開始介紹吧 那首先是他的 輪迴碑石 那這個輪迴碑石就乾淨的啦 竟然還沒有浮動 好那沒關係 來看下一件是 彩虹月石 寶石圖騰 那這一件也是中規中矩的 就大家 也都會放 然後再來是 古代石板複製品 大家選擇的是 六十一的這個智力 好那講完了 古代石板複製品 我們來看他的第一件裝備 是這個 黎明守護者天使戒指 二十三星 白金武 主前人是頂趴 附加是 六趴拳 六趴製 六趴製 那卷軸的話是 軍 十三點七五魔 那這一件的話 其實 蠻尷尬的 這件附加 原本是一個雙S 原本是那個 九級加二 九級加二 但是在浩主有一次洗 那個白色附加的時候 他遠端洗 他不小心把那個雙S打掉了 所以他最後就 硬洗出來這個 666 我只能說 蠻尷尬的啦 這個 以後白富家還是不要用遠端洗吧 我看 是蠻 洗掉的話 是讓人蠻難過的啦 我覺得 好啦 看第二件裝備吧 是這個 巨大的恐怖 那他是二十三星 白金五 出錢人的話 是頂趴 附加的話是 866 那卷軸的話 是這個 軍十三點六二的魔攻 非常的高 好 再來看下一件 是這個 二十四星的一個天上 哇 那二十四星 白金五 出錢人的話 是三十六趴 頂趴 附加的話 是雙S 八八六 哇操 八八六啊 真的是 看起來 很浮誇耶 八八六 很少看到這樣的一個天上 然後 卷軸的話 是軍十三點八五 這一件已經堪稱是 完美中的完美了吧 這一件 好吧 那我們馬上再來看下一件 是這個 頂界 那他也是二十四星啊 二十四星 白金五 出錢人的話 是三十六趴至頂趴 然後附加的話 是 這個 九級加二 九級加二 然後 智力六趴 那他也是雙S 那在上一次的這個 改版之中呢 把這個 每十級改成每九級 然後把一些 八趴改成九趴 之類的 那所以這一件的話 也變成九級加二 那卷軸的話 是軍這個十三點五八 那這一件的話就 變得更強了 好那看完的頂界之後呢 我們來看下一件是這個 魔導書 那魔導書的話是 六十九字加三趴全數 不過他選用的是 黃魔導書啦 可能 在藍色的書 可能沒有找到 比他更好的吧 好那我們 書看完呢 我們來看這個 破曉墜士 那他是二十三星 白金五 出錢人的話是 三六趴頂趴 附加的話是 八趴治 六趴治 六趴治 然後卷軸的話是 軍十三魔攻 星火的話是 三十六字加 四趴全數 那這一件星火的話 感覺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好 但也可能還在調整中吧 好我們看下一件 是 苦痛的根源 哇這件也是 二十四星啊 哇操 這也是我們 看到的 第三件的二十四星了吧 那他是二十四星 白金五 出錢人的話是 三十九趴頂趴 那附加的話是 八趴治 八趴治 六趴治 加總下來是 這個 二十四趴治 雙S的一個能力 哇 牛真的是牛 太牛逼了 嘖 這個煉獄巫師 然後看一下 卷軸的部分 是 軍十三點零九 魔攻 然後星火的話是 五十七字 加三趴全數 嘖 這一件的話 真的是 超級完美 然後為什麼 會想點到二十四星 等到二十四星那個花的錢真的是 想要中太多太多了 好啦 只能說 掌劍士 好那我們看下一件是 創世長杖 那他是 主潛人 是八十B 十三魔攻 是一個頂趴的 然後 無雙之力是十趴魔攻 然後 附加的話 也是我們加總 三十三趴的魔攻 附加三魔 然後 星火的部分的話 是 這個 一百九十五魔 加六B 加三種 再加十八智力 呃 這個能力感覺很不錯耶 有B有總傷 有智力 基本上也是 很難挑剔的 好 我們再看下一件是 夢幻的腰帶 哇操 這夢幻腰帶 也是二十四星啊 哈哈 呃 繼續看下去 二十四星 白金五 主潛人的是 三九趴制頂趴 附加的話是 八趴制 六趴制 六趴制 加總下來是 二十趴制 然後 星火的話是 一百零二智 然後 卷軸的話是 均十三點六六魔攻 欸 這一百零二智 感覺 哇 這個是 特別牛逼耶 這個 一百零二智 基本上已經頂到不行了 好啦 看完這個很厲害的夢幻之後呢 馬上來看 下一件是 帽子 這一件 又是二十四星 這已經是我們看到的 第五件了 那它是二十四星 白金五 主潛人的話是 三九趴制頂趴 然後 附加的話是 九趴制 然後 九級 智力加二 然後六趴全數 又是一個 雙S 然後再來看一下 它的卷軸 是 這個 均十四 然後 星火的話是 七十八字 加 三趴全數 那這一件的話 欸 基本上 目前沒看過 比它還要更好的 法師帽耶 雙S 然後 又均十四 只能說 頂到不能頂了 那剛好 煉獄巫師其實是 不用那個 撿CD的啊 所以 穿制地貌是 相當OK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件吧 是這個 那口紅 那口紅的話是二三星 白金五 主潛人的話是 三九趴制頂趴 附加的話是 八趴制 六趴制 六趴制 然後 看一下卷軸 是 十三點五四 那星火的話是 五七次 三十三次 那我們來再來看 眼罩 眼罩的話 又是二十四星啊 第六件 各位觀眾 牛逼到不行 那他是二十四星 白金五 主潛人的話是 頂趴 附加的話是 九級智力加二 六趴制 六趴制 然後卷軸的話 是 然後星火的話是 五七次加 三趴全數 哇 第六件的二十四星 只能說 他可以是 法師界的 亂擺 哈哈 哈哈 有有有有 真的有感覺 好啦 來看下一件 是 這一個 這個 法師衣服 永恆法師長袍 啊他是 二十三星 白金五 主潛人的話是 三十九趴制頂趴 附加的話是 九級智力加二 全屬性加六趴 然後智力加七趴 然後 卷軸的話是 是 B卷 就是軍九 然後星火的話是 五十七字 加三趴全數 好 再來看 褲子 褲子的話是 二十四星 各位觀眾 第七件 出來了 天啊 好我們繼續看下去 二十四星 白金五 主潛人 三十九趴是頂趴 附加的話是 九級智力加二 七趴智力 七趴智力 然後 卷軸的話是 軍十四點一五 然後星火的話是 九十三智力 這一件 那個 卷軸軍十四 還要更多 是真的誇張 好吧 我們看下一件 是 神秘鞋子 他是二十三星 白金五 主潛人的話是 三十九趴智 頂趴 附加的話是 六趴全 加二智 然後 五趴 那這件又是雙S 哇 各種雙S真的是 都 在他身上啦 然後 卷軸部分呢 是十三點三零 然後 星火是六九智 加三趴全數 好啦 看完了鞋子 我們來看 耳環 指揮官力量耳環 二十三星 白金五 主潛人的話是 三十九趴智頂趴 附加的話 八趴智 六趴智 五趴全數 然後 卷軸的話是 軍十三點八三 六趴全數 好 看下一件 肩膀 二十三星 白金五 主潛人的話是 三十九趴智 附加的話是 八六六智 然後 卷軸的話是軍 十三點二八 好 看完肩膀 我們來看一下 是神秘手套 二十三星 白金五 主潛人的話是 三爆手 然後 附加的話是 三趴暴力傷害 五趴全 六趴智 然後 捲軸的部分是 軍十二點一五 然後 星火的話是 六十二字加 三趴全數 這一件還是相當不錯的 好 再來看到的是 我覺得 最讓我驚艷的一件裝備 我覺得 整個 風之谷也許 我沒有看過第二件耶 但也是有 可能 有啦 我也不確定 給大家看一下 是他的米特拉的憤怒法師 那他的主潛人是 三十九趴魔攻 是頂趴的 然後 附加的話是 雙S耶 十三趴魔法攻擊力 十趴魔法攻擊力 十趴魔法攻擊力 十三趴魔法攻擊力 十三趴魔法攻擊力 我還沒看過第二件的法師 雙S 三魔 真的 然後這一件的話 蠻屌的 浩主原本本來就是 三十九趴魔 他為了 可以把他變成 可以交易 他回潛 再洗一次 三十九趴魔 你說這個屌不屌 我都覺得 他媽屌到不行了 真的是 真的是 狂到不行 好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件吧 是這個 VIP的 修菲凱曼 黃金道具 那他的 他是白金武 主潛人是 十八趴治 頂趴 附加的話是 三趴治 兩趴治 那他是 軍六魔 然後軍1.57治 這件的話也是相當不錯 然後來看盾牌 盾牌 盾牌的話是 惡魔 賢者盾 然後他是 二十星 白金武 主潛人的話是 八十B 十二趴魔 是頂趴 附加的話是 加總 三十趴魔 十二九九 然後捲軸的話是 軍 十四點零七 這一件的話 而且現在也是可以交易的 現在盾牌也是 綁定的狀態 所以我只能說 他為人交易好像 下得蠻多功夫的 好我們再看下一件 是這個 披風 那他是二十三星 白金武 主潛人的話是 頂趴 三十九趴 附加的話是 八趴治 六趴治 六趴治 然後捲軸的話是 軍九 然後星火的話是 智力加霸四 然後還有三趴的魔攻 三 三的魔攻啦 好我們看最後一件 M隊心臟 二十四星 哇牛逼啊 他是二十四星 白金武 主潛人的話是 三十九趴治頂趴 附加的話是 八趴治 六趴治 六趴治 然後 他的捲軸 是 軍 十九點零五魔攻 然後智力的話是 軍十七點五二 可以說是相當高的兩個數值 可以說這個心臟 真的 我目前沒看過 比他更屌的 智力M隊心臟啦 好啦 那 他的裝備 就介紹到這裡啦 八劍二十四星 你們說看得爽不爽 我是看得很爽啊 而且他的職業又是 煉獄巫師 我只能說 看得更爽 哈哈 因為畢竟煉獄巫師 也算是冷門職業啦 就 現在也沒什麼人在玩了 可能 我是煉獄巫師唯一希望了 好那 介紹完他的裝備呢 耗主他徵求 有人可以賣他 守護者天使戒指 附加是 八六六的 或者說是 加二六六 然後還有衣服 那個 永恆法師長袍 有這個 附加是 加二七七 或者說是 呃 九七七的 都可以來 私訊我的 FB 或者我的Twitch 來跟我講說你有這一件 好了那我們就繼續來講他的現金道具吧 看一下 凝聚戒指 然後 五個伺服器 然後 燃燒戒 音樂衝 奇異狐狸面具 蒸活師 然後 天造之眼 然後 強化的 艾蜜莉亞套服 覺醒 立體 驚動裝置 露西達耳環 強化的 兔兔手套 然後 鬥成翅膀 基本上都是最頂級的 但是之後要出那個喀波面具啦 這喀波面具會比較強 應該 有機會 好 我們來看一下寵物 他的寵物鑰匙呢 是 第一個是 111 加10 第二個是 120加10 再來是 128加10 哇 三級跳欸 越來越好 然後 魔獸槍被我脫掉了 他會擋我畫面 我看一下 呃 他有兩副的P桶 一個是死神套的 然後 一個是這個 勝利龍耀套的 那我在想 這樣的一個裝備 然後 全開技能 可以來到多少的主屬 馬上來看一下 來 現在的主屬是 11萬 8061 那假設說 換成塔戒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是多少 武器泡泡哀環 好 來看一下 武器泡泡 在這裡 開 15萬 2589 哇 牛逼啊 15萬的一個主屬 哇操 只能說 我們 全台最強的煉獄巫師 真的不是蓋的 這個應該是 跟三法比拚 應該是沒有任何問題了 哇 這個主屬真的是 驚呆我的 只能說 一三還有一三高 我都沒有想過原來 台服還有這麼厲害的煉獄巫師 在他聯繫我之前呢 其實我是不知道他是 這麼高主屬的一個煉獄巫師 真的是有讓我 驚艷到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他的這個 附屬物品 那先來看一下 內潛能 他的內潛能是 25人 然後 20B傷 然後 異常7% 那也是一個 雙傳說的內潛 齁 洗這個很貴 老實說 然後再來看一下 他的猛獸 是 有一個 頓凱爾 喔我改過敏了 雙中 背 那我猜這個應該是他的 吉祥物啦 然後有一個 奧福赫班 三加持的 然後還有一個 黑色雪吉拉 三中 那這就是他們 他愛用的三個猛獸 好 接下來看一下他的拼圖 是 覺醒的 奧茲拼圖 再來看 最後一樣 是他的武林道場 打到了 93層 煉獄巫師欸 欸我一直以為 煉獄巫師的武林道場 是 比較垃圾的欸 但他可以打到93層 那我想說 煉獄巫師其實 他的極限 是可以打到93層的欸 我還以為說 可能打到差不多 85層就差不多了 看來 嘖 我還太淺了 沒有看看更多市面 好啦 那這就是 本次 丁哥的 煉獄巫師的介紹啦 那這支影片呢 也不吝嗇的 抽三張1000點 回饋給觀眾 那之後會有 這個 他的打王系列影片啊 或者說大家想要看 他是怎麼爬到93層的 武林道場 都會在我的頻道 展現給大家看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 下個影片再見啦 掰掰 各位 和他說 cast真指長 中文字構 lle 分ます ov 大家 我們